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康德之后 菲特谢尼黑格尔 其实他们更 就是说与其说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可能性问题 他们更多的可能关注的是一种自由行动 体现理性和自由结合的一种东西 是吧 那更体现时代精神的东西 是吧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放弃了康德的这样一个思路 是吧 那么新康德主义回到康德的道路上 他们也仅仅是局限在科学知识的领域来讨论科学知识的问题 它不可能深入到科学知识的根基 是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在胡塞尔看来 是吧 就是你回到康德去不足以解决问题 应该回到事情本身 我们一讲 现象学有个口号叫回到事情本身 或者叫做面向事情本身 其实这句话也带有回应新康德主义的味道 说你回到康德去不够 康德是面向事情本身的 是吧 但你光是回到康德不够 你应该沿着康德进一步回到事情本身 而不是回到康德去 不是回到康德去 我们举个例子 在这个科学的这样一种发展呢 比如说牛顿物理学出现 科学总要为这种 这个科学或者我们说哲学 要为这种宇宙观 这种世界观 这种关于自然的看法 要提供可能性的基础 对吧 这种自然观 但是在爱因斯大相对论出现之后 牛顿的这种自然观出现问题 人们需要给相对论提供基础 那么新康德主义就类似这种 跟着科学跑 科学找到什么程度 我给他找根据 找根据 那么现象学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它要解决的是 不管以后会出现什么论 我要找到那个终极的根据 我要找到那个终极的根据 我不是在这个科学知识的范围之内 我要超出它 找到它的根 找到它的根 这是胡塞尔 所以胡塞尔的强调 要使哲学成为精确的科学 他要给科学提供 根据我们看起来 他类似一个很古典的哲学家 我们知道20世纪哲学家 很少做这个工作了 但是胡塞尔对科学的看法 其实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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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塞尔心目中 所有的科学都不够科学 所有的科学 其实在根基之处都是晦暗不明的 那个晦暗不明 恰恰需要让哲学去提供根据 提供根据 那么我们看看他这个口罐 这个回到事情本身 他用的不是Ding 不是Sing 用的是Sach 事情 我们一般翻译成事情 而不是说回到事物本身 不是说回到物质体 这意味着他回到的是 你体验到的东西 或者说思想中意识中的物 是吧 回到 在某种意义上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回到意识本身 回到意识本身 我悬割了意识之外的世界 我就讨论意识之内的东西 所以现象学就是关于意识的描述 当然深入讲 关于纯粹意识的描述 纯粹意识的描述 我们想从入手处 胡塞尔在很多地方一开篇 他总要讲自然主义思维方式 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区别 因为这里边就涉及到 所谓叫做认识之谜 认识之谜 这个胡塞尔和康德 他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和康德很类似的 就是认识的可能性的问题 认识的根据问题 认识的根据问题 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和康德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 就是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 必然会陷入到认识之谜 你只有转向哲学的思维 才能解决问题 当然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 康德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在康德之前 人们一向认为 我们认识的是客观存在的世界 这个自然规律 法则就蕴含在自然之中 但康德扭转了方向 他那个哥白迷失的转向 不是知识必须符合对象 而是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 叫做知性为自然立法 他已经在扭转人们的思维方式 但是在乎在看来 康德这个不够 你还假设有物字体的存在 康德一定有一个物字体 物字体要刺激感官 形成杂朵表象 知性范畴 与这个杂朵表象结合形成知识 但是乎在说 你承认有个物字体 你必然导致不可知论 你这个是对于整个科学 是带有致命的东西 带有致命的东西 那么 胡才把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 他在这个信仰学的观念 讲座思路里面 他把这个问题概括为是这样的 他叫做什么 叫做对切众事物本身的认识 可能性的反思 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之中 即认识如何能够确信 自己与自在的事物一致 如何能够切证这些事物 自在事物同我们的思维活动 与那些给他们以规则的逻辑 规律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它们是我们思维的规律 心理学的规律 对吧 一个是自在的事物 一个是心理学的 思维的规律 所以就引出了一个悖谬 是吧 在人们对认识 进行自然反思的过程之中 和在将这些认识 及其成就列入科学的 自然思维体系的过程之中 人们首先陷入那些 令人乐观的理论中 然而这些理论随时都以矛盾 或者被谬而告终 叫公然的怀疑主义倾向 这个东西啊 我们也可以说 把它讲这样一个悖论 就是我们的知识 通常我们认为 是通过对独立于意识之外的 客观事物的认识而获得的 问题是认识 意识如何能够超越自身 准确的切证他的客体 如何能够确定 他与他所切证的客体 是符合一致的 在这里边 存在着内在与超越的悖论 内在与超越 也就是说这个认识之谜 其实就表现为 内在与超越的悖论 认识活动是内在的 而科学 标榜自己认识的客观事物 这是带有超越的可疑 他号称我认识之外的客观事物 也就是说 你的知识 你的认识活动都是内在的 但你却号称你认识是超越你之外的东西 你超越你之外的东西 也就是这句话 叫内在之物在我之中 超越之物在我之外 既然如此 认识如何可能 认识如何可能 我们可能会说 我们说科学不是足有成效吗 胡萨尔也是讲这个问题 他在最后一本书 叫做欧洲科学的危机 叫做与超越论现象学哲学 这本书通常我们简称叫危机 我们说科学发展很好 怎么危机呢 胡萨尔说他发展的越好 越体现出一种危机来 就是说 掩盖了他在根源处的矛盾 这个悖论 这个怀疑论的隐患 他从根源处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 以为自己是对独立于自己之外的事物的认识 在这点上 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和康德做一对比 那么在康德之间科学有没有发展 绝不是康德出来科学才发展 康德给科学提供根据 不是说康德给科学提供根据之前 科学没有发展 有发展 但是他没有自觉到那个问题在哪 对吧 没有自觉到 是康德自觉到这个问题 胡萨尔也是一样 你科学可以发展 但是在他的根源处 他这个悖论是 叫眼中钉肉中刺是一样 是他自身难以克服的东西 需要哲学去做的一项工作 要做的工作 所以 胡萨尔讲 首先第一阶段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借助于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方法 仅仅从内在之物出发 我就讲内在之物 因为直观中的自身被给予之物 是可以无可置疑的 我在意识范围内直接被给予的东西 我可以利用 不用怀疑它 但超越之物是可以的 我不能利用 因此 这也可以被称之为现象学的还原 这也叫做排除一切超越的假设 你也可以叫它的悬割 也可以叫做加括号 就是在认识批判的开端 整个世界 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 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 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 都必须被打上可疑性的标记 它们的存在 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 这就是这个叫做现象学的还原 实际上也体现了胡塞尔的叫做无前提性 而现象学原则要讲叫无前提性 我从直接的东西出发 一切的前提不能有前提 尤其是可疑的前提就要把它悬割起来 可疑的前提把它悬割起来 从我可以入手的地方入手 就比如说我们对事物的认识 我们有认识 比如说我们有感觉经验 但是这个感觉经验 是否是由外部事物刺激引起的 是我无法确证 这一点我们就悬割 就从我有感知这一点 有直观感性直观这一点开始 往下分析 看一看我们能获得什么 胡塞尔就是这样 把超越于意识之外的东西都打上括号 我就直接从意识之中 所以直接给我们的东西出发 从这点出发 那么也就意味着 所有超越之物 就是不是内在给我的东西 都给予无效的标志 他们这些东西 你可以当做现象 但是你绝不能当做一个有效的 可以利用的东西 这个某种意义上 不是给世界打括号 其实是给自然主义的思维态度 加上括号 还原到什么 还原到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 欢迎到自身被给予性 你就从直接性的东西出发 那么这样一种现象学的出发点 我们叫做绝对的被给予性 什么叫做绝对的被给予性 就是排除了超越的假设之后 在意识之内所能直观到的 所与的东西 直接可以直观到的所与的东西 所以这样一个现象学的还原 也可以说还原到直观 还原到直观 这个胡塞尔主张 从绝对的被给予性入手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 就是从直观入手 因为你直观是直接的被给予性 后来胡塞尔在这个 这个纯粹现象学 与现象学哲学的这个观念 就是大观念 1913年的时候 他强调什么 叫现象学的 叫一切原则之原则 或者第一原则 就在于什么 每一个原本给予的直观 都是一个合法的认识源泉 将所有那些在直观中原本的 展示给我们的东西 就当做他们自身被给予的 这样加以接受 但也仅只是在其自身给予的范围内 加以接受 一切原则的原则 第一原则 就是从直接的被给予性 从直观入手 但是我们要想到直观 我们就会联想到康德 康德讲直观 感性直观 但是康德排斥理智直观 那么我们想 如果你从感性直观入手 就意味着从感觉经验入手 那么你怎么去面对 我们说你要回到经验论 维理论的时代 你怎么面对维理论的质疑 你理解的直观是什么意义上的直观 我们想 胡塞尔所理解的直观 不仅仅是感觉经验的材料 不仅仅是感觉经验的材料 尽管我们首先要确定的 绝对被给予性 是感觉经验的材料 是感觉经验的材料 但是不仅如此 还有一般性普遍的东西 所以胡塞尔强调 直观有本质的直观 有本质的直观 我们说通常意义上的直观 指的就是感情直观 但是胡塞尔讲的本质直观 也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智直观 不是那个理智直观 这个我们说它所包含的 这个本质直观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们的确不可能 通过个别的感性直观的东西 去说明那个普遍必然的 那个确定是如何发生的 你给科学提供基础 你不可避免的 还有普遍性的东西 那胡塞尔强调的是什么 说你在这个直观之中 不仅仅有个别的东西 说你通过进一步的还原 通过观念的抽象 你会发现有一般的东西 就类似我们看到一张桌子是一样的 你不仅会看到桌子的一些 作为感觉材料的东西 实际上里边也包含着一般性的东西 一般性的东西 这一般性的东西显然并不存在于 个别的感性材料之中 你经历了大小形状颜色映动 你并不能抽象出一个杯子的概念 是吧 但当你看到一个杯子的时候 你不仅仅有感觉真样的材料 你同样可以还原到它的杯子的一般性 你看到一张桌子 这张桌子的感觉经验的材料 可能是不稳定的 但是这个桌子的概念 却是始终如一的 我们把它看作是思想的结果 而在胡塞这里 恰恰要想把康德在感性和知性之间 划清的界限要把它打通